今天下午 一个新型2019 患状病毒的确诊课案 卫衣服部长陈始忠 亲自宣布检测结果 武汉肺炎 台湾也沦陷 武汉飞回台湾的一个台商 那实际上在机场 直接就隔离 因为我们的登机检疫 发现他自己的主动 通报他身体有不舒服 那经过我们的发烧筛检 也确实都有发烧的情况 所以就直接从机场就隔离 那送到医院做隔离检疫 中标的首例是一名 居住在南部的55岁女性 1月20号晚间从武汉飞抵台湾 在飞机上检疫 发现有发烧 咳嗽等症状 直接被后送就医 机场内有46名近距离接触者 前后五排的患者以及机组人员 目前高度监控 根据了解 去年12月 这名病患就呆在武汉工作 今年1月11号 出现发烧 喉咙痛 现在确诊是武汉肺炎 截至1月20号全台共通报8名疑似病例 目前还在增加中 在花莲有从武汉过来的大陆团客 40岁左右的女性16号来台 20号出现发烧症状 通报后在医院隔离当中 全台绷紧神经 防止病毒继续扩散 三新闻 总统到